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去教堂的时候 就遇见一个牧师 他说神叫我来这个教堂 这个牧师我偶尔会见到他 但是不是常常会见到他 然后这个教堂也是我 可能一个月才去一次 因为天使说 这里的人很爱说闲言闲语 叫我少去 现在网络那么通达 我发觉很多人都是查了我的讯息 然后就是对我有点鄙视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在网上放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 就是让我受到就是不公平的待遇 就是被人冷眼就是了 就是被人白眼就是了 但是别人越看不起你 神越会祝福你 一般是这样的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感觉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请这个牧师为我祈祷 他就跟我讲说 神在三天之内会跟你说话 结果我就梦见一个小男孩 然后我就跟他和他爸爸在吃晚餐了 然后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助教的工作 真的有一个男生 还有他一个小男孩 他叫我去跟他们会面 所以教会有一些先知 他们讲的事情是蛮有意思的 神很久之前 就说要给我预言的恩赐 结果到现在还不是 就是fully developed 就是还没有那么明显 我有时候还是蛮 就是不太高兴就是了 有一些人就说你要操练 就是例如为别人祈祷 神就会给你一些 异象异梦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想祈祷这个预言的恩赐 还有帮弟兄姊妹祈祷医治的恩赐 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神啊求你赐下各样的树林恩赐给我们 尤其是预言还有医治的恩赐 神啊多多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来服侍弟兄姊妹 来服侍神 让神能够得到荣耀 让神能够行神迹其事在世上 也让世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感谢神求你赐下各样的树林恩赐 在我们中间 感谢神求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教导我们 神啊求你告诉我们 我们你要我们做的事 今天告诉我们 你要我们做的事 可能是去上教会 然后对弟兄姊妹要有爱心 感谢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就阿们 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就 有兴小 keyboards 祝福奉耶稣基督 Dude 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就 有区